各位兄弟姐妹 在这次《和谐频道》这个牧师分享里面 我想和大家透过一系列有关圣经人物 来看看昔日那些人在三四千年前的生活 和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或者他们的信仰历程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所以这一次我会有三个讲 主题人物围绕一个人是以撒 所以我给了三个分题 一个分题就是这位信靠神得到应许 第二个就是信靠神得到的赐福 第三个就是信靠神 看到神的作为 我很相信《鉴古之今》 今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历史应同 没有改变 但你将来会怎样呢 可不可以随着历史人物 去看一些足跡 使你不要走他的错路 而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可以信靠他蒙福呢 我先看一段圣经 是《葛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到十二节 圣经这样记载的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作为我们的尴尬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 警戒我们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前居可減 前人的经历 你不拿人失败的地方 作为提醒自己的地方 你一定跌倒的 今天我们从以撒的故事去看回 我特意选择了一段 因为圣经太多了 是以撒黄昏默想的故事 这个黄昏默想有他因缘的邂逅 很奇妙的 我们看看圣经 在《创世记》第二十四章 《创世记》第二十四章 六十一到六十七节 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 他说当时以撒住在南地 庄光从彼尔拉海来回来 留心这个地方的名字 天昌晚的时候 他在田间默想 举捕一看 就看到骆驼队来 这个故事如果大家要多了解 你回去看《创世记》第二十四章 很精彩的故事 很感动人的故事 也好看到上帝应可要成就奇妙的故事 下面的经文大家看下去了 这个仆人回来之后 就对以撒说了他在那鶴城那里的经历 要遭遇 和将一个漂亮的女子带到他身边 这就是你爸爸吩咐我 和你回乡下 去带回你 你的太太 这样成真 如果看到第六十七节 以撒便领利伯家 尽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娶了他为妻 娶了他为妻 并且爱他 再有一句 以撒自从母亲撒拉 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慰 我们要想一想 到底以撒在那个时候 黄昏在田野默想 到底是什么叫默想呢 所以跟大家看一看经文 你知道什么叫默想 以免你以为胡思乱想 诗篇143篇第五节 我追上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手的工作 弟姐妹 如果今天你说灵修 这边看圣经的脑袋 想今天要吃什么早餐 新闻报告 战争点 惨疫情上落 你叫灵修 你说默想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资讯 圣经所提的默想是 追上古时之日 思想神的一切作为 默想他手所作的工作 神做过什么 在你过去日子里面 有什么你觉得上帝带领过你的 有什么因典你所算的 上帝在你过日子 过不了关的时候 如何带领你过关 上帝如何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如何叫你向山举目 你不想这些东西 就是想前面的困难 用自己的头脑解决人生的问题 等一下我举例子给你听 你知道 你用人的方法去解决 你是越弊 所以默想的是什么 是追上神在你自己的作为 用手诗歌来说 数算你的恩典 今天我们再看看 《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二节 因为圣经太多了 我可能不会读那么多 是讲到神如何应许亚伯拉罕 叫他成为大国 赐福给他 叫他名为大 还有万国也一 别人也恩利得福 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 亦是他的呼召 亦是他的吩咐 亦是他的吩咐 到第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 《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 耶和华神更加跟他说 我要将这个地 伺给你和你的后裔 不是给你就算了 要给你的后裔 后裔要生到儿子 要有子孙 当时阿伯朗生不生到 有没有 阿伯朗七十五岁 什么都没有 两夫妻结婚这么多年 什么都没有 所以《创世记》 当上帝应许临到的时候 人是否想帮上帝做事 上帝应许是好的 帮他 所以亚伯拉罕立即回应神 在《创世记》十五章第二到第四节 亚伯拉罕说我都没有儿子 我生我家的以利以借 他作我的后裔算 他想成就上的心愿 用自己的方法 根据自己的眼睛 觉得自己无能 所以 神啊 就这样算了 帮上帝成就上帝的应许 上帝收不收福 上帝不收 他还可以来一下 是谁呢 是他太太薩萊 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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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 为了要成就神的应许 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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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问题 我家的工人 是很忠心的 算了 我承认了一个契子 就行了 这个更好 阿伯拉娜 你亲自从你的血液中间 我们可以成就神的旨意 好吗 人体来说是好的 是否神的意思 大兄姊妹 读圣经 读到这里的时候 要省定些 人想成就神的作为 成就神的工作 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 大兄姊妹 在这个时间里面 当撒内提出来的时候 他的主意 想把下甲送给阿伯拉罕 送到他的怀抱里面 创世记 第十七章十五十六节 神再次亲自对阿伯拉罕说 你和撒内改名 改他的名叫做撒拉 接着给他允许他 你留心看 《圣经》怎样说 和他改完名之后 第十七章十九节 神再和阿伯拉罕说 你会生儿子 他怎样说 他说 你的妻子杀什么 不是撒内 是撒内 撒内出个主意 你接不接受 阿伯拉罕接受的 但上帝应许他说 我和他改了名 这个撒内 要给你生儿子 和他改了名叫以撒 圣经次序 是这样记载的 和他改了名 然后跟着 耶和华神说 撒内要给你生儿子 和他起名叫以撒 弟兄姊妹 上帝这样说得这么清楚 到创世记二十一章 第一到第三节 圣经怎么记载 神就眷顾了 神说的说话 一定要成就的时候 他就看撒内 成就了心愿 哎 老来得子 改名叫以撒 如果看圣经 知道很开心 很满足 是不是 不单止撒内 阿伯拉罕都很满足 神的应许成就 是不是信心的果效 看来一天光晒 想不到要成就神的应许 不要信靠与信服 是做不到的 所以真正的考验又来了 在哪里 创世记二十二章第二节 耶和华神对阿伯拉罕说 将你独生的儿子以撒 献给我 你要成就神的应许 信心不用经考验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是你发的梦 成就神的应许 不是你的心愿 能否达到 神的应许里面 会完成你的心愿 但是祂的旨意更加重要 但你要经验一样 信心的考验 怎样考法 见上以撒 阿伯拉罕一收到这个指令 明天清晨一早 阿伯拉罕那晚 跟撒拉商量一下 你猜撒拉睡不睡了觉 你猜撒拉会不会被阿伯拉罕出门 你想想 我圣经没有记载 但阿伯拉罕带了两个牧人 打着以撒就去摩尼亚山 就去 去的时候 请问那三天的路程中间 开不开心 担不担心 忧不忧虑 有没有想想自己 有没有想过聋 是否上帝吩咐 以撒摆明是你赐给我的 他又要我亲手将他献祭 做不做到的 丁字妹 我不知道你过去日子中间 有没有经历过 虽不像看来这些血腥的局面 但有些事情你心所爱的 上帝要修回的时候 你怎样看 信心功课 丁字妹 不是我信有就有没有 信没有就没有 是神的应许成就 没有信心是做不到的 所以 去到二十二章第十四节 阿伯拉罕称呼的地方 名字叫做什么 丁字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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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奉盛的 当以撒本来被绑住要去宪祭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留意到 以撒那个年纪不是小孩三四岁 在那个年纪里面争扎可以吗 他的那种顺服 他配合可以第22章17到18节 以入网罕再得到上帝的应许 你再读这个应许 你读完之后发觉上帝应该是不会断的 是继续的 而且更加丰盛的 今天我相信不单单到那里为止 读圣经到24章的时候 阿伯罗罕想起一件事 有以撒而已 那以撒的后代呢 所以阿伯罕罕在那时候 信心继续遭受到一个测试 是要替她的儿子在她本乡 本族那里娶回女子 不要忘记 那时候不是现在资讯那么方便 有电视有通讯 不 于是她凭信心 就找了她的老婆人以利以赢 叫她回去纳学城 跟我的儿子娶一个女子 做太太 当时阿伯罕年纪很浪漫 人做不了事 如果她自己做到自己 就会亲身出去 你叫工人给你做 我想今天 你叫工人去街市买菜 那时候你都不放心 现在不是买菜 跟她的儿子 找太太回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吗 上帝配搭很奇妙 时间不允许我说那位 去拿学城闻利伯家的故事 但你一看到 你自己回来读一读 以你的信心向上 讨告的内容 上帝一一照着她承诺 还有真是让她找到利伯家 利伯家回来的时候 刚才在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 就说到利伯家回来的时候 哇 我都想不到一个女子 会跟一个陌生人 可以带到很多财富来 不是一个人 带着自己的奶妈 带着自己的薄皮 一起跟着去 到圣经记载 二十四章六十七节 以撒心里很爱利伯家 和他心得到安慰 只要你见到上帝作为显明的时候 数算你的恩典 你才得到神的恩惠 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看多次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上帝要成就他的应许 不是他要夸大的自己 上帝要成就的应许 是要将他的应许 在我们信靠的人身上成就的时候 他得到荣耀 信靠他 信服他的人 是将上帝的应许彰显得到荣耀 举个例子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信耶稣的时候 那些家人很反对 当你见到你信靠信服神的时候 他一家都得救 神得不得荣耀 这是一个例子 其他还有很多的 接着圣经第三十二十一节说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 并且高我们就是这个神 神的应许要成就 是神自己成就的 你出力做不到事 是什么的 小孩子帮忙过年做家务 就越帮越忙 你要唯一倚靠上帝的时候 信靠信服神就成就 他要用恩恩了我们 并且圣灵在我们心里作贫据 我现在怎知道有喜乐平安 有没有圣灵 我怎知道我将来有没有盼望 有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没有神的话 我说在心中你不要指望地上有盼望 就算你今生有盼望 明天会更好 但你进不进去永生都不知道 但你心中有圣灵有印具的时候 确信我盼望永恒的神 他应许永不改变 当你肯相信的时候 顶之会 你的信心有根有记 所以信靠神的人 是信靠神应许的人 你没有神的话语 你怎可以知道有没有神的应许呢 在书行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 我在这几年里很喜欢圣经 耶稣说 人可以活到永远的 不是这个驱体 是灵 然后他说了句话 我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没有神的话在心中 你没有神的灵在心中 没有神的灵在心中 你活着慕永恒的盼望 顶之会 所以你与其让资讯充斥了你的头脑 让那些不安的言论评论 在你心中 只有造成你困扰 当你肯信靠祂的时候 心中又平安又喜乐 有神的灵有神的话语 顶之会 你活在神的应许里面 以撒这个片段的人生 你看到他怎样信靠神 怎样倚靠祂 他应许 他能够得到 起码他的家庭可以被建立 愿主赐福大家 藉着这个人物这个片段 使我们得上帮助